有位听众给我们留言 他自己工作很多年的餐馆 在今年2月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关灯歇业 那现在正在领失业金 过去三年 他自己本身的保险 都跟着老婆保的 老婆他的公司 有雇主的一个保险 那他现在听到外面的广告 在讲说 领过失业金的人 就可以去买一块钱的健保 这是真的吗 如果一直长期以来 都跟着老婆的公司保 他现在是应该马上说退 就可以退出来 然后自己就去买 这个一块钱的保险吗 真的有这么好的一个福利吗 怎么申请呢 为大家请到的是 我们健保达人 天宁保险张典廷 张仙 哈喽张仙你好 小美好 各位亲众好 一块钱 为大家解答一下 使得我们保险经济 非常的忙碌 大家都来问 我有没有资格拿 一元钱的 尤其是7月1号 要开始加州政府特别有一个规定 只要你拿了一滴滴失业金 你就可以享受一元钱的健保 但是里面有一些条文的 我这么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符合一元钱的健保 哪怕你就是有了失业金 那这个一些老的规定呢 还是要用在您的身上 也就是假如说他还是挂在太太的雇主保险下面 已经有三年了 那就表示他没有资格 那一元钱的 虽然他拿了失业金 那他要继续跟太太的雇主那边的保险去买 这个加州政府有规定的 是不是因为雇主已经给他补助了 所以他已经被补过了 他其实不应该再拿另外一个加州的补助 是这样子吗 对我们说 小米你刚刚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政府说你只能拿一个补助金 你不能够拿了太太那边雇主的保险的补助金 然后你又来这边拿一元钱的大额的补助 那不行 那有人会抗议不公平 那假如你真的是符合一元钱的 我们说有很多人可以的 你拿了一滴滴 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建议 就是你一定要经过有经验的规范的保险经纪 帮你申请 因为里面还是有猫腻的 里面的那个申请表上面还是要做对 那还能够使你一步到位 没有烦恼 免得这个阴错阳差拿到了 最后还要还回去 是这样吗 还有你假如说用尽量用保险经纪来帮你申请一元钱的 因为保险经纪基本上也是免费的为你服务嘛 不收费的你何乐不为呢 这个我们在前几次的电台空中都有讲嘛 不要就是说我不愿意把我的收入资讯告诉经纪 我要自己去申请 我要保密 好没问题 那很可能你做得不到位 你拿不到一元钱的 你有烦恼了 真的耶 有一个经纪人在中间的话 又会讲你会的语言 又了解你的实际情况 比较能够帮你做一个这个安排 哇这样子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嘛 是不是经纪人不要浪费 反正都是免费的 为什么不用 谢谢我们的天灵保险张先生